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 全国有超过200万名的糖尿病患者 而且这人数不仅持续增加 还有年轻化的现象 因此为了有效控管糖尿病所带来的身体危害 由医院就特别和公研院以及科技大厂合作 研发出了一款医疗照护APP 只要透过手机输入就能完成居家监测 远距诊疗等服务 让糖尿病患者在家也能获得完整的 健康照护与追踪 62岁的许先生罹患糖尿病已经有23年 每天都得记下血糖变化和饮食内容 但过去都仰赖人工记录 有时候容易忘记 如今只要透过手机输入就能轻松完成建档 还能提供各管师的线上咨询相当便利 因为人都是有惰性 吃了都忘记了 对 你有这个系统的话 你一两血糖觉得太高了 你对照你那个图片 你的照相功能的话 你就可以觉得说 看出你吃了什么东西 今天摄取量多少 你就可以自己评估 这款由医院公研院 以及科技大厂共同合作研发的医疗照护APP 从病人住院血糖管理出发 结合居家监测远距诊疗等服务 让糖尿病患者在家也能获得完整的健康照护跟追踪 推出以来已经有500多位糖尿病患者参与 跟其他未追踪患者相比 不论是三天内的再急诊率或是14天内的再住院率都要来得低 也减轻医护人员的医疗负担 我们借由这个平台的建立 这些出院以后的这些病人 可以随时背后有一个医疗团队提供24小时的临时差的服务 那这样子的介入我们发现 病人出院之后三日再急诊 也就是三天内再回到急诊的比例 下降了5%到10% 出院以后14天再住院的比例 也下降了差不多7%到10% 那这个短期就有这样好的效果 平台有我们台中荣总的专业团队协助你 然后去帮你看你的所有的一些身体现在状况 然后给你不断的好的建议 包括饮食 包括运动 包括可能有一些营养品的补习 包括后续的一些医疗咨询 我想这是这个APP的平台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例如说它的很多必要的照护是可以在家里完成的 像很多像伤口照护或是像很多的一些慢性病的管理 都非常适合是能够在返家之后做很多的延续性的一些医疗上的一个take care的部分 那我们相信说这未来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它是可以降低有效降低医疗支出 但是不会伤害到一个医疗品质的一个最佳的解法 院方表示全国有超过200万名的糖尿病患者 而且人数还持续增加当中 甚至有年轻化的现象 尤其十大死因当中更有许多是跟糖尿病相关 因此希望透过智慧云端APP的建制 帮助患者有效控制糖尿病 未来还能延伸运用到高血压脑中风等慢性病追踪 记得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